一天我们都有很多的图片 声音跟形象 事实上我们就在观想 你要是不会观想的话 答案结果会什么 你会是blind 瞎眼神 你一定会撞到墙壁的 因为你的世界是漆黑的 可是说瞎了眼睛的人 他还没有瞎眼之前 他所记的东西是很清楚的 所以观想是很重要的 那所谓的visualization 观想 我们刚刚讲imagination 一般我们英文 这个字我们中文翻成叫想象好了 观想的话是visualization 就是你很用心的去专注要想 想什么呢 不要想时间的东西 想你的家 99年以后你就还给政府了 对不对 你可能也没有住那么久吧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凡夫的心都想什么 都想世间的东西多 我们叫世俗地 想新加坡 想你住的地方 想你的公司 想你的家人 想你的朋友 在想世俗的事物的时候 大部分呢 你都会有很强的贪嗔痴 哎呀 这栋房子很好 下次经过呢 这个圣淘沙 老公 老公就给他暗示一下 买那一栋 买那一栋嘛 买那一栋吧 天哪 老公想 我哪有这么多钱啊 对不对 事实上我们在想世间的东西 大部分呢 都是按着 伴随着你的贪嗔痴 好 现在 那修行是什么呢 还是你要想 但反过来 不要想世间的东西 想佛法 想莲花 想光明 想佛菩萨 想净佛国土 想经文 这个就是开始 让你得到解脱的方法 所以知道吗 还是用你想 你拼命想 但是现在想的东西呢 不要想世间的东西 想佛法 佛法身三宝 清静的东西 举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有一只狗 不把他绑起来 它就会到处跑 或是一个脱缰的野马 可能在新加坡 很少这个经验 因为你们通通都盖得太好了 也没有什么 countryside啊 大概去动物园 动物园也是被关起来的 对不对 好 你想象一下 假如在草原里面呢 有马 对不对 你不把他绑起来 它到处跑的 猴子也是到处飘的 所以我们的心呢 其实也是到处跑的马 到处跳的猴子 那现在心呢 把它绑在哪里呢 绑在佛法身的上面 那就恭喜你了 你的心就暂时得到宁静 而解脱了 可能刚开始你只有几秒钟 没有关系 常常练习 你常常想 比如说你很有喜欢观世音菩萨 你就常常想观世音菩萨 你的心呢 就不会在轮回里面呢 跟着贪嗔之跑了 当然有时候 他的心也是不听话的 就像小朋友一样 有时候你觉得 哎呀 我这个礼拜 想得非常好 师傅 我修得非常非常好耶 嗯 很好 但是呢 你如果太高兴的话 咚 明天就掉下去了 我昨天不是讲吗 我们修行叫 up down up down 起起伏伏 当当当当当 好 为什么 注意听 第二个原因是 在观想的时候 不要任何的期盼 no expectation for anything 这个要写下来 不要期盼任何的东西 你不要说 哎呀 师父你今天教得很殊胜啊 我的心非常的宁静 我是不是立刻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呢 不要这样想 你这样想的话就有烦恼 为什么呢 你又有所求了 错的地方不是说 你想得不对 而是呢 你急着想要看一个东西 你的心呢 就在开始要抓另外一个茶杯了 知道吗 你抓一个 哦 我告诉你耶 我看到观世音菩萨了 就开始呱啦呱啦跟别人讲了 那糟糕了 其实你看到不是真的 那是你心中幻想出来的 所以这个教光明想的这个第一个目的 就是嘛 把心圆在佛法身上 第二个就让它自然 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管它 你都记得都是假的 空性的 无常的 你呀 见到佛不上也没有关系 那表示什么 佛法讲的是真的 有时候你坐坐坐坐 常常这样练习的时候 可能坐在公车上 真的阿弥陀佛就跟你讲话了 那很好 没关系 其实那是你心中的阿弥陀佛显现 还不是外在的阿弥陀佛来看你 对不起 你还没有用功到那个程度 阿弥陀佛很忙 没有办法打电话给你 像有人啊 前几天不是吗 一进坐的时候 哦 阿弥陀佛的电话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重点 No expectation for anything 不要去期待什么 为什么呢 本来所有东西都是空性的 这个方法只是要调伏你很多的执着 知道吗 所以看到任何东西 你都不要管它 你就继续注意 在光明里面它就消失了 这是要大家练习的 这样听懂吗 光明想很重要 因为我们所有的自信当中 所散发出来的就是光明 光明我说过可以观想白色的 代表清净不染 也可以观想金色的 然后呢 是表示 你的佛性里面 具有无量的宝藏 以世间人来说 他最喜欢就是金色的 好 接下来 那请看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 昨天我有一个问题给你们 对不对 五个W 你想到答案了吗 待会我们会讲 好 我们昨天介绍慈悲喜舍 在南传 北传 藏传 发心方法不同 所以他得到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请正式看经文 第67页 似无量心 慈悲喜舍 好 在讲这个经文之前呢 因为这个是古汉文啊 的确是有一点深 所以我会尽量会补充多一点东西 你不用担心 你要抄笔记 只要抄关键字就好 不要很紧张 哎呀 师父你讲得太精彩了 我一个一个字都抄不到 心不要缝那么紧 将来你可以听DVD DVD里面呢 也有所有的幻灯片 所以你不要紧张 好 请看幻灯片 第一个 慈悲喜舍 请看六道轮回图 第一个 我们要先知道 我们生活在六道里 这是西藏的壁画 上面有一个很凶很凶的 代表我的我 我们有六道轮回图 我在很多讲座里面 或许会重复几张照片 没有关系 你不要生烦恼 哎呀 师父这个我看过 错 我不懂的图片 我解释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再看西藏的探卡里面 有六道 每一个道里都有一个佛菩萨 那表示佛菩萨的大悲心 到我们的人间来度众生 我曾经几天讲经讲过 以我们凡夫来讲 你是真正看不到佛菩萨的 因为我们的业太重了 可是呢 佛菩萨他不舍他的大悲心 所以他想要度人的话 当然他就化现人 他想要度天 当然他就化成天上的天重 那他要度狗呢 有很多方法 一个他变狗 变狗王 或他的眷属 一个呢 是在呢 他紧急苦难的时候 狗也会做梦 狗跟我们一样有神事 他也可以在睡梦当中度他 就像我们人 也会做梦 梦到佛像 也会梦到师父为我们开示 所以可见证 六道轮回里面 都有一个佛菩萨 表示他的大悲心 你记不记得地藏经里面 地藏经里面呢 光木女问无独鬼王说 我的妈妈去哪里 后来他叫他拜地藏菩萨 后来晚上就做梦了 到了这个地狱里面去 他就问无独鬼王这是哪里 他说这是地狱 他说你怎么会来呢 他说来地狱有两个条 两个原因 一是业力 二是你的愿力 假如你造了三恶道呢 你会跺地狱恶鬼畜生 当然你就会进入三恶道 是业力 可是呢 光木女呢 她是笑感动天 又为妈妈发怨 所以她是愿力而去地狱的 知道吗 但是也有人是 愿力跟业力两个混在一起 佛经里面 她是讲两个主要的原因 其实她有很多原因 所以 我们呢 会进入到地狱去呢 一定有你的业 也包含你的愿 因为 业有分善业跟恶业跟无忌业 那愿力呢 是比较属于善业的部分 好 接下来再看 幻灯片 重庆大竹石窟 六道轮回图 好 你看 六道轮回的图 这张中间是什么 一尊佛 注意听 代表 不管你堕入到六道轮回里 你就算做了人 你的佛性还是在 你今天做小狗 望望望望 它还是有佛性的 你今天就算是一个蟑螂 它虽然很可怜 便畜生到 很多人都不喜欢蟑螂 身上很多细菌 可是呢 它还是有佛性的 那怎么说知道有佛性呢 有consciousness就有佛性 有意识就有佛性 举刚桌 桌子 它是木头 它就没有佛性 它有function 叫做法性 桌子它不会思考 不会讲经的时候 突然桌子跟我讲 星红师 时间到了 它不会讲话的 所以 这里讲有佛性 六道轮回里面呢 是应该讲 每一个众生 都有思考 有情世众生 所以它有佛性 师兄你再切换 请你不要切换太快 好吗 不用一直常常照着我 我花了很多时间 准备换灯片 那这六道轮回里面 上面三善道 是你的善念多 下面地狱恶鬼畜生 是你恶念多 所以六道轮回在哪里呀 其实在你的心里 所以假如你会碰到鬼的话 是因为这个鬼 跟你过去是有缘 还有呢 你有没有听过 中国人讲一句话 坏事做多了 夜路 半夜也会碰到鬼 那表示你的心呢 都是很黑暗的多 所以这张图告诉你是 六道轮回里面的最中间啊 是有佛性的 所以它用佛 雕一尊佛 听好 石窟跟照相呢 跟壁画 都有很深的佛经的意思的 你若没有人提醒你的话 你常常就是看过去了 就跑到那边呢 那重庆去派一张夜就回来了 对不对 夜从哪里来 高兴也是从你的心来 好 再看下一个 我常常讲的 因为心的力量很大 所以你要修慈悲观的话 你要先知道 看宽灯片 一切都是心变的 举一杯水来说 在天上的人啊 看到的是甘露 在人道的人呢 就看到是一部 普通的一杯水 可是假如在大海里 或湖泊里面的 畜生比方或鱼的话 水全部是它的家 你看哦 在新加坡 圣陶沙旁边的 不管是湖 人工湖或外面的海 鱼它天天都在游啊 它可以游很远啊 可以游到印度尼西亚跟马来西亚 为什么呢 水带来讲 就是它的家 它没有障碍的 但是因为它是用塞呼吸的 所以它没办法在陆地生存 所以在水里面呢 水 我们看到肮脏的水 或河流的水 事实上就是它的家 第四个 在二轨道里面呢 看到的呢 水呢 是一杯很浓呢 很肮脏的浓雪 所以为什么在蒙山诗识 太阳下山以后 所有大殿的人是不可以喝水的 它是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在大殿里你喝水的话 那因为蒙山诗识 就是游民界众生嘛 那它今天鬼来看到的时候呢 是所有法师旁边呢 都是浓雪 那它不敢进来的 所以这个不是执着 而是这个是慈悲心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水 可是在蒙山诗识 太阳下山以后呢 所有的在家出家 先不要喝水 因为水对它来讲 是污垢的浓雪 第五个 在地狱里面同样一杯水 所以我们要念咒 变为甘露水 否则倒下去的呢 它会变成非常热腾的热水 而你会伤害它 所以你看恶鬼道的动身 都是脖子长长的 然后嘴巴吐火 为什么 那都是它的业 可见业从哪里来 从你的心所变现的 从事所变现 这里的事呢 简单的讲是为事 或阿赖耶事 再简单的讲一样 就是从你的想象跟观想来的 了解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观想 想象 就是转变你的心 开发你事的力量 在大乘佛法里面 我们有些法门呢 其实是有很多观想的力量的 但是呢 一般人都比较忽略 比如说简单的例子 你念大悲神咒 大悲神咒也有观想的方法 但是师父知道的人也很少 教你的也很少 你去查中国 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仪轨里面 在唐朝的法藏大师呢 圣十一面观音的仪轨 他是五则天的国师啊 五则天要出兵打仗的时候呢 就请法藏大师 修圣十一面观音咒 他不如是谈成 他的仪轨里面就有想 观世音菩萨要怎么观想的 好 再看下一页 请看幻灯片 所以 我们的轮回从哪里来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修慈悲习舍 注意听 还是一样 透过外境来转化自己的心 你可以写下来 透过外境来转化自己的心 比如待会儿你会看到经文 为什么说 我们修慈悲观要去找最讨厌的人呢 讨厌就讨厌嘛 透过讨厌的境界 就是来转你的慈悲心啊 所以心是我们轮回的根本 看这里 看幻灯片 最中间贪嗔吃 他用三种动物来表示 第一个贪是什么呢 鸡 鸡 嘟嘟嘟嘟嘟嘟嘟 看到什么都吃 很贪啊 好的吃坏的也吃 对不对 海云古斯旁边也有鸡 你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我不知道你看到鸡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哦 它有佛性 那看起来你看到鸡的习性呢 就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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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那你贪心起来的时候 你去所谓的Burgis Junction 或是Habba Front的大雪坪呢 刷卡刷了一整天的时候 你全部都带回来的时候 你觉得你有没有像一个鸡呢 你抓了很多回来了 当然讲好听一点 是像牵手观音啦 对不对 这样刺激一点的像六臂骂哈嘎啦 其实你的心很像鸡 什么都想要 都要抓 然后回家家里呢 实际上你只有一个腿 但是你买了二十双鞋子 人实在很可爱 很可爱 师父讲这个例子不是嘲笑你 而是你要想一想我们的心 就是反应在这里 第二个蛇 换灯片看 蛇代表撑心 我们为什么怕蛇 我前几天想求慈悲观 为什么你要观想一个眼镜蛇 在你前面 其实这个眼镜蛇从哪来 就是你内心的称心啊 所以脾气很不好的人不改啊 你虽然说佛教徒啊 断气的时候你若称心很强 来神你就变 眼镜蛇的 这是真的蟒蛇的 青竹丝的 第三个看动物 猪代表鱼吃 就是不相信因果 糊里糊涂 善恶不分 好坏也不分 那每一天呢 就吃饱睡 睡饱吃 所以就 然后就投胎去了 对 而且这个贪贞制呢 有时候都同时起的 所以讲慈悲观 慈悲喜舍 慈呢 就是要对峙你的贪心 悲也是对峙你的贪心 同时也对峙你的称心 喜最重要是对峙你的称心 你为什么不高兴 因为你心中不高兴嘛 就是没有法喜 舍呢 是专门对峙你的愚痴心 比较多 所以贪贞制里面都有 好 再看这张幻灯片 左边一边是白的 代表三善道 你有福报 听闻佛法 你是有福德因缘 作为人道的众生 右边呢 是地狱恶鬼畜生 他们呢 旁边有很多火 就代表他的业力 他很苦 你看 假如一个狗 他得了皮肤病 他每天就哀哀叫啊 你有慈悲心的时候 你就送他去动物医院看他 请问 狗在哀哀叫的时候 还会跟你说 师父啊 拿一本普贤行愿品来给我念吧 不会的 他的业盖住他 他也看不懂普贤行愿品的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狗的时候 我想 哎呀 我生起了悲心 我也鼓励我自己 对不对 我更应该精进 对不对 等到你投胎做狗的时候 你想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 没有人给你普贤行愿品的经文的 最好的方法是吗 把它背起来 所以 讲 一切的法门 六度 十度 或四五亮星 其实就是在转化你的内心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先看一下 大称的四五亮星 这不在讲义上 请看幻灯片 请看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十地品 你专心听就可以 你要抄的话 你就抄个十地品就可以 佛子 菩萨随于词 广大 无量 不二 无怨 无对 无障 无恼 骗之一切处 净法界 虚空界 骗一切世间 好 这里既然要介绍 大称的菩提心 大称的慈悲喜舍 它当然跟小乘的境界 方法是不太一样的 先看 华严经十地品 因为龙树菩萨 也专攻华严经 跟般若经 所以我这边 隐十地品 他说 佛子 菩萨对于词 词我们都知道 给别人快乐 可是 我们不是只有说 我爸爸妈妈 对自己的小孩子快乐 一般人都是什么 对自己的有缘的人快乐 接下来 隔壁的小孩 种族不知道 亲戚 他对我好处 我才对他好一点 为什么呢 对表弟表妹好一点 以后 姑妈或阿公 往生的时候 财产会留给我 其实我们都是有目的的 我们的心量 真的太小太小了 我们的 连一个自己的心 都被关在这个身体里 可是菩萨 是广大 无量的 不二 是他没有对立的 他没有说 无怨跟无对 好的跟不好的 他都对他慈悲 所以在慈悲观里 第一个呢 要告诉你讲 对你喜欢人的慈悲 慢慢对你 没有缘的慈悲 最后呢 要对你讨厌的人 慈悲 第四个要对你 害你的人 也要慈悲 他是有程序的 不过很不容易 举一个例子 现在有人有一个 拿个刀或个枪 准备杀你的爸爸妈妈 你一定恨他的 你真的还感觉到 哦 对不起 My Buddha 他有佛性 我原谅他吗 假如你真的修得起来的话 他会被你感动的 他就不一定会杀你的家人 但问题是 我们碰到境界来的时候 我们烦恼常常很强 我们没办法去 控制自己的心 更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心 去影响外面的境界 所以为什么我们平常 要常常的练习 接下来再看经文 无障无脑 他心中是没有界限 No boundary 他不会说 哦 我对新加坡的人 华人很好 印度人管他的 其他的马来人 哎呀 那个不熟 不会 他对整个新加坡的人 各种主族的人 他都修慈悲心 甚至佛教徒 也对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徒 也都有慈悲心 这个你才叫做 真正是如理如法的佛弟子 当然话又说回来 讲很容易 做不太容易 但是你要去努力 我可以推荐大家看两部电影 第一个 Blood Diamond 雪钻石 我在商业金色 我是拥有做电影教学的 我做旁白 我是最好的奥斯卡金像奖的解说员 然后完了以后 我们会分组 以佛法来讨论 当然我会过滤 我们有很多的电影系列 很抱歉 这个没有上网 因为呢 那个是我们商业金色的 临终关怀系列 第二部片呢 叫做乌干达天宫下 World Dance 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当众生害你的 这两部片呢 都是讲南非的故事 当众生在害你的时候 你真的能够对他 升起慈悲心吗 不太容易耶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假如你真的能够 修成功的话 我告诉你 就算你的生命捨去了 将来你都会变成菩萨 所以这里讲 要没有障碍 没有烦恼 骗一切的处所 近虚空 骗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的众生 有缘的 没缘的 喜欢我的 不喜欢我的 我都要对他修慈悲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华严经 华严经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力 虽然我们现在常常念 常常念 我们的功夫还没有到那家 可是他会给你一个 很正确的标准指标 否则你嘴巴念 静虚空 骗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对不对 念念相续无有间断 身语异业 无有疲厌 好 回向完了 出了门口呢 不小心有一个老菩萨 踩到你脚 要是心呀 你自己踩到我来砍 大家听得懂 超多话吧 就说 哎呀你 一个老菩萨就 我常常有时候看到 他不小心小朋友 跑来跑去 这就是你笨小孩 你不知道 你踩到我的脚啊 你刚才不是讲 慈悲慈悲吗 那现在一出门的时候 怎么什么慈悲都不见了呢 那表示什么 不是说刚才诵经没有用 师父没有否定 表示你嘴巴虽然诵经啊 但是你心里没有产生 华言经的功德力啊 你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念头 那你踩到你 那你踩到你那就没有关系吗 那好一点的小朋友 会给你道歉啊 那假如呢 有慈悲心的老菩萨 他会说 还有小朋友 不要乱乱跑 你踩到我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跌倒 跌倒呢 眼镜破了 眼镜呢 会遮到你的眼睛 会瞎掉的 那你看到 这个老菩萨 他讲出来的是 柔软的语言 他不是计较说 我又没有被你踩到 而是我怕你跌倒 受伤 这个才叫真正的慈悲心的流露 了解吗 这样子 佛法才在你的语言 行为跟想法里 产生力量 就像点灯 所以你心中 若没有佛法的话 你走到哪里啊 都不舒服的 请看下面幻灯片 祝悲心也是如此 喜也是如此 舍也是如此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各位 大家现在工作都很辛苦 很多人有来见我 师父啊 哎呀 我们现在都很拍面啊 工作不好啊 压力很大 我都赔掉了健康了 没有错 现在在家很辛苦 出家也很辛苦 我也觉得我慢慢老了 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不过 所以很多人就会要去做保养 美容 敷脸 第二个呢 你就觉得哎呀 假如你相信一个 脚底按摩 food massage 对不对 你就觉得哎呀 我最近压力很大 肩膀很痛 然后你还特别呢 make the schedule 对不对 make appointment 去什么 脚底按摩店 然后去按摩身体 健康的啦 不要想歪 你们的念头常常 啾啾啾啾 好很快 奇怪你怎么这么清楚 身体按摩是很好的 对不对 你按摩完了以后呢 那你就相信那个师父跟你讲 哎呀 你真的压力很大 按重一点 会很痛啊 可是痛完了呢 你就freedom yeah liberation happiness 你按脚啊 按得很舒服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觉得越按越有效 按完以后 啊啊叫 啊完以后呢 就挂了 休息一下出来 哦 真的是很舒服啊 人很奇怪哦 痛你也要付钱的 是不是 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相信那个按摩师 可以帮助你 你感受他到 他对你的慈悲 好 所以 你希望去呢 特别的排时间 而且还要告诉他 不要吵 放很好的音乐 还要放香油 那我可以多付一些钱 越按越舒服 越按越爽 然后呢 因为你觉得越痛 越有效 所以你相信他 可是反过来 假如你今天呢 穿了一双皮鞋 或是一个鞋子布鞋 突然跑一个石头进去 哎呀 一样也是痛啊 你就很受不了啊 哎呀 快呀 不行了 不行了 我现在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呢 走路 就好像有那个石头刺你一样 对 然后你就从早到晚 其实脾气很不好 一点点的小石头 都让你脚不舒服 脚不舒服 就让你心不舒服 心不舒服呢 就看一切都不顺眼 好奇怪哦 也是脚痛耶 可是刚才脚底按摩的痛 跟现在的痛 请问 我又来问你一个问题了 是同一个 还是不同一个 对吗 同一个 只是方法不同 它同样是脚痛啊 一个是石头 扎到你的痛 一个呢 是师父用工具 或是手掌 按你的痛 一二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不对 完就念 贵命三宝 贵命三宝 另外 哦 没力了 你越按 你就越要越舒服啊 对不对 按完不够了 师父 按重一点 不然我付你的钱 没有效啊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的人的心的想法 是很奇怪的 但是你为什么会相信他 因为呢 你感受到 按摩师父 是真的要帮你解除 你身上的腰痠背痛 所以很奇怪 每个礼拜呢 赚了很多钱 吃了很多药 付了很多钱 去被修理 是不是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的经文 请看 第六十七页 第十六行 假四 四无量心 第三之良分二 以一 总说 一切之良 皆入四处 请看祭诵 九十五诵 富有余师益 诸觉之良者 十舍即即至 四处之所舍 他的意思是说 龙珠菩萨 依前面的祭诵 到九十四诵 告一个段落 九十五诵 开始讲四无量心 他说 富有其他的 大乘的法师呢 特别的强调 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 所觉悟的之良 是无量无边的 事实上呢 他可以归纳为 四个叫做十 时代的十 舍 还有极 极尽的极 智慧的智 有四个 可以把它 包含着一切的 无量的资良 特别是 四无量心 好 这四个 你可以做个记号 把它背起来 请看第十八 第十八行 又一切 又有一个论诗说 一切的菩提资良 都是实处 舍处 急处 智处 实是什么的呢 是表示 存在的 exist 就是不是虚妄的 不是骗人的 舍是指放下的意思 待会后面会讲 急呢 是指peaceful 智呢 是指wisdom 请看实者 是指不虚狂顾 是告诉你 在修四无量心啊 你真正去修的话呢 它真的会产生力量的 它不会骗你的 那比如说 你慈心 就可以对峙你的称心 悲心 也可以对峙你的称心 对不对 你常常修慈悲心的人啊 你的脾气真的会慢慢改的 你的执着呢 会越来越放下的 所以它实时呢 没有骗你的 会产生 really practical function 中国这个实字啊 有很多意思 古汉文啊 一字有多意 它要看前后的文章 所以实是指 没有骗你 是真实存在的 practical function 所以实是什么呢 是指戒 所以实可以称为 持戒波罗蜜 施罗波罗蜜 所以你真正受了三规五戒呢 去受戒的话 受戒就会产生功德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有受戒跟没有受戒是有差的 举方说 这边是一支笔 很漂亮的 golden pen 或ball point pen 那一般人没有受戒的人 没有人啊 管他的 我借用一下 写一写 写一写 哦 我忘记了 就这样子 然后就带回家 哦 我忘记了 那是什么 这是偷盗的习性 可是真的有受戒的人会这样 他看到了笔 他也看到了笔 可是他呢 动个念头要去拿的时候说 不可以 这个不是我的 这样子就叫偷盗了 所以真正严格的偷盗说 你只要没有经过人家同意 拿开来他原来的地方啊 你就偷盗了 这是很严格的戒律 所以你透过这条戒律呢 来常常要求你自己的话 你就会改变掉很多坏习惯 刚开始你真的会不习惯 哎呀 怎么佛教这么多的规矩啊 这个也不可以啊 那个也不可以啊 这个要这样 那个要这样 对 它就要改变你很多的坏习惯 对不对 像你们呢 我知道你们礼拜天都有佛学班 吃饭的时候 对不对 要龙蓬 端个碗 对不对 然后呢 很庄严 像我就习惯了 因为我二十多年都这样吃饭了 刚开始你真的不太习惯 吃饭的时候还呱啦呱啦呱啦讲 还碰口水 对不对 现在呢 吃饭的时候专心一点嘛 对不对 你习惯了啊 当然你出去跟外面朋友 像我们现在师傅 在寺庙里面偶尔也会讲话 出去外面的时候 你知道外面的social activity 吃饭就是谈生意最好的地方 但是你有这样经过过堂的训练 你吃饭会比较文雅 心也比较不会散乱 不然呢 待会给人家讲一讲话 砰起来糟糕了 酒杯打翻了 果汁打翻了 我跟你讲 你老板也说 You are fire 你也被 没工作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搞砸了嘛 所以换句话说 为什么佛门里面要有这么多的规矩 其实它就是要训练你的心 所以持戒有它的功德 但是持戒要跟智慧相应 所以叫做持戒波罗蜜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刚开始很不习惯 这是自然的 可是慢慢的呢 你自然就知道 心该安静的地方就安静 该唱三宝歌的时候 你就大声唱 我今天有听你们唱三宝歌 的确 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吧 比昨天唱的好 表示各位的心比较开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声音当中就可以听到 你的心的感受 知道吗 再看下面 舍既是布施 事故舍处为谭纳波罗蜜 舍这里是讲放下 你可以写在旁边 放下什么呢 放下你的烦恼 放下你的贪嗔痴 注意听 是无量心 还是指对峙自己的心 有些人常常怜悠 有些学佛的 刚开始不懂佛法的 还很谦卑 有些学佛法的 变成半吊子 学了一点 要放下 你们放下 你放下 我不用放下 这个很皮 这个皮的将来 会堕落到变成蛇 你看蛇就是这样 很皮的嘛 对不对 到处这样子 钻漏洞的嘛 所以这里的舍是指 透过外在的行为 慢慢呢 舍掉你心中的贪嗔痴 接下来再看下面 急是指 心不污浊 很peaceful 心 假如你常常有 贪嗔痴的烦恼的话 就像搅动的水 你会很苦很苦的 你一个人住在皇宫里啊 你都怕 你住在 一个人住在皇宫里 当了皇后或国王 你都会怕人家害死你 这些几天 有很多连友来见我 说他家里呢 有些人 然后呢 常常很苦很苦 然后呢 就恐惧不安 的确 业力很重的时候 是常常会有恐惧不安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心很污浊 举个例子 心恐惧不安的时候 人家倒一杯水给他喝 他说 哎呦 你是不是要害死我 你这里有毒呢 谁知道你刚才放什么 我明明就刚才看到你 转个脚这样盖一下呢 天哪 你倒茶给他喝 他都会觉得那是毒水 请问 他感觉毒从哪里来 回答我 哎呦 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呢 很好 没有枉费呢 我们大会提供这么久 这么发心 然后我 表示你们佛法进步 我很高兴 对 他那个毒啊 是从他心里变出来的 其实有没有人害他 没有 所以当我们烦恼来的 你心里呢 充满了贪争之烦恼的时候 你会觉得 那个人哦 说我的坏话 那个人哦 嫉妒我 那个人哦 那毒啊 要害我 这个人哦 不可以靠近 其实呢 他会很远离一切的众生 有些人修行会到这样 然后他觉得 观世音菩萨 晚上都来做梦 单独教我弘法 我根本不用去海一谷 是听进了 其实那是妄念 不是这样的 可是他认为自己是真的 所以我前几天比喻 在梦中里面的东西 我们呢 假的东西把它当真的 可是在世间 你所有看到一切的东西 其实都是假的 你还是把它当真的 所以我们人很颠倒 真的当假的 假的当真的 所以真真假假假 假假真真 所以我们的心 永远是污浊的 所以请看经文 六十七页第二十一行 寂静的意思 就是要先修止观 所以心不要被烦恼来染污 你的心若不染污的话 爱跟不爱的事 就是说你喜欢跟不喜欢的事 贪爱跟不贪爱的这两边 都不能够动摇你 所以你的心就比较容易激进 所以叫禅提波罗蜜 禅提就是忍入 这里的忍入表示心不动 叫做忍入 以及禅纳波罗蜜 有止跟观的功夫 所以这几天讲座 这一次part four 我也是每天教大家 怎么样把你的心给静下来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智处 智处 讲义里六十七页第二十三行 智处就是心寂静的时候呢 它像泉水一样是有智慧的 很多的人 尤其是华人 都以为所谓的禅修啊 就是没有念头 我要禅修 没有念头 我要禅修 哎呀没有念头 我要禅修 好苦啊 没有念头 其实不是这样的 听好 人不可能没有念头 但禅修的目的 什么叫禅 心很专注 而不散乱 就叫禅修 请你写下来 禅修有很多定义 我先教最基本 心很专注 而不要散乱 就是禅修 比如你坐在这边 呼吸 你很专注你的呼吸 心不散乱 到处跑 它很宁静 这个就是禅修 不用盘腿也没有关系 最重要是你的身体 坐直 为什么叫你坐直呢 因为你的气比较稳定 你不盘腿也可以 没有关系 假如你能够做七支做法 用普团做 那当然念力会更强 效果会更好 但它的重点是两个 第一个 身要直 它的气才会稳定 由上往下降 第二个 完全要放松 不要绷得很紧紧 我要禅修 我看到有几位脸 有讲 我要禅修 不是 放松一点 你越想要禅修 你不能禅修 但是你这样练习完了以后 你再来静下来念 华燕经 送药师经 我送大乘经典 我静下来念咒 我跟你讲 效果绝对跟你以前念的是不一样的 知道吗 所以 心很重要 那 心禅修 无念 无念是指没有妄念 但是它还是像流水一样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这里 有一个河流 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 上游它从瀑布流下来之后 带了很多很多的泥沙 到了中游突然有一个拿过滤器 然后所有的水继续流 过滤以后呢 它肮脏的东西就可以捞出来 水继续流 那从中游流到下游以后的水 都是干净的 这个就是禅修 记得这个辟语 禅修就像那个过滤器一样 禅修不是要拿一个刀子来 把你切掉 好像都没念头 都念没有念头 那不是白痴吗 看这里 这个桌子不是都没有念头吗 无念 假如你无念会解释什么 没有念头的话 石头应该修得比你好 桌子应该修得比你好 那桌子跟石头应该是佛了 答案你输了 为什么呢 无念是指没有妄念 但是它正念分明 就像从中游以后 流到下面的流水 它每个念头都是很清楚的 好那现在就有个问题了 师父 我不静坐还好 那我一静坐的时候 我的念头特别多 本来就很多 你没有察觉 你从早到晚 你的心 我上次有比喻 你的眼睛都看三千大千世界的别人 你都看不到自己的眉毛 现在一静坐一样呢 静坐的功夫就像看镜子 今天换一个大的镜子 就看到我了 不错 今天我很高兴 头更亮了 可是呢 你若不禅修的时候 你看不到镜子的时候 你都是看别人 所以有很多人有跟我说 师父我不念佛则已 我一诵经啊 就念头非常的多 很好啊 因为你看到了自己的念头 知道吗 所以不要怕 恭喜你啊 你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念头 你一辈子学佛法 不管诵经拜餐 做了很多的功德 做了义工 结果呢 你都是看外面 你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念头 告诉你好消息 也事实的真相 断气的时候身体会死 所有东西都变 只剩下念头 念头怎么显现呢 像影子一样 它有业力 会显现是光 所以为什么要教你修光明想 就是这样 因为所有的东西物质 最后都是变成能量 就变成光 然后你就投胎了 进入中阴身了 所以听好 禅修的无念 是指没有妄念 但是正念都很清楚 就像清净的水 还记不记得 来 复习一下 我说禅修有三个 一个瀑布 第二个是什么 有三个 瀑布 第二个呢 河流 第三个 大海 再讲一遍 第一个是什么 大声一点 第二个 第三个 很好 禅修不要背很多东西 它背关键的词就可以了 你现在看一看 你的念头像什么 哎呀 我今天很烦耶 万马奔腾的瀑布啊 那你就呢 更应该控制自己的心 不然呢 当你的脾气发起来的时候呢 太太跟小孩朋友 全部都倒霉的 其实他们都没有错 今天你就是什么 emotional problem 就是情绪的干扰 可是慢慢慢慢 你调伏的话 听好 你这个水 不但不会泼到别人 你的心中 会这里讲着 志处 请看 般若波罗蜜 跟毗里耶波罗蜜 毗里耶是指 精进波罗蜜的意思 就是你的心啊 像泉水一般 你要产生很多的智慧 很多的清静的念头 帮助众生的大悲怨心 假如 你的心像枯掉的河水的话 那佛菩萨就没有大悲愿力了 了解吗 你看 阿弥陀佛有四十八大愿 药师佛跟观音菩萨十二大愿 十二大愿从哪里来 听好 念头来 智慧从哪里来 从念头来 可是我们一般的念头 都是肮脏的念头 混乱的念头 所以我们的念头 就变成了很多贪生之的烦恼 现在呢 不要压你的念头 转变你的念头 你的念头 就很多很多的念头 就会产生无量的智慧 有无量的大悲愿力 这样理解吗 一样是念头 但是一个呢 是往负面的 negative approach 贪生之的烦恼 我执 很多东西 不知道是无常 也不知道空性 可是你把它转变得好 透过修持 诵经 拜佛 指观 尤其常常的静坐 这样的话 你的念头呢 就会产生很多的智慧 很多的good idea 很多的知识 很多的creation 创意 甚至有很多 universal的Val 所以智慧从哪里来 从清静的念头来 请你写下来 智慧从哪里来 从清静的念头来 所以你不要去压念头 有人来问师父 师父 我一用功 我不用功则已 我最近一个用一用功 我都睡不着 我的念头好多好多 很好啊 恭喜你看到你的念头 不要缓它 继续用功 不要绷得太紧 就像我一直用念珠比喻 你们的心 大部分的人心 包括有时候我自己也是 事情排太多的时候 你的心都绷得太紧了 有时候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不是懈怠 而是说你不要绷得太紧 有时候我看到很多联谊 庄严啊 恭敬啊 微笑啊 绷得太紧了 真诚跟自然就好了 真诚跟自然就是最庄严的 真诚跟自然就是最恭敬的 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真诚跟自然就是我们的佛性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真诚跟自然就是从清静的念头里面而生出的波尔波罗蜜 不然波尔波罗蜜在哪里啊 佛在哪里啊 在你的心里啊 波尔波罗蜜在哪里啊 在你的心里啊 我再讲一遍重点 我们的念头一般是不清静的念头 所以你都呢 有跟贪嗔痴相应 你就变成了情绪 我直 烦恼 你又不知道空性 又不知道无常 所以你就往negative approach 所以你就很苦 同样的 现在你一样是念头 把它呢 转化为清静的 看自己的念头 清静的念头 就会生起智慧 像泉水一样 就有很多的创意 很多的智慧 就会有广大的大悲愿力 这样了解吗 所以清静跟不清静 告诉你真话 是 同一个念头 不过这个比较深 以后慢慢讲 但是你起码训练呢 能够看到自己的念头 所以请看经文67页 第23号 智处就是指 还为波尔波罗蜜 跟毗里耶波罗蜜 毗里耶波罗蜜 就是你很精静 你的心很清静 昼夜精静 它是骗一切处所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精静的话 你对任何一切处 都没有办法成就一切的事情 世间的事情你做不好 佛门的事情 要利益众生的事情 你也没办法做好 所以这里的智慧 可以做一个辟喻 辟喻像什么呢 像泉水 所以事故 毗里耶波罗蜜 就是精静波罗蜜 可以成就一切事 接下来说 事故一切的资粮 可以进入四处 那四处呢 请你背起来 食处 舍处 极静处 跟智慧处 好 这四处我用四个比喻 做辟语给你听 这是我家的 智处 像泉水一般 极静处呢 像什么呢 像宁静的湖水 舍处呢 像什么呢 像水中的月亮 食处呢 像污泥里面的莲花 也写下来 这是很好的辟喻 有时候透过辟喻 你会比较懂佛法 因为有时候 它讲得很深 我再讲一遍 智处 可以像泉水一般 第二个 极静处呢 刚才说什么 忘记了 对 宁静的湖水 极静嘛 peaceful peaceful lake peaceful place like the lake 舍处呢 像什么 水中的月亮 水中的月亮 你干嘛跟人家抢呢 对不对 天底下一个月亮 只要有一盆水 大家都有月亮 你干嘛跟人家抢 这样子的呢 你就可以放下你的执着 实处呢 是讲呢 你修的东西是 真实不虚符合因果的 像莲花出污泥不染一样 像污泥中的莲花 所以一切的四无量星 都可以用这四个做辟喻 好 接下来请看 几二别显 请翻开六十八页 秉一 词语悲的无量星 请看经文 问约六十八页第三场 假如经中说 因为有慈心的资粮 可以得到广大无边 没有障碍的心 以舍的资粮 可以断掉你的喜爱 跟憎恨的烦恼 那于中慈跟悲 有什么差别呢 他问一个问题 很好 我讲了这么多 也补充了很多资料 现在你看这个经文 会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好 接下来看 达诗 六十八页 第五行 第九十六送 大悲心 像侧入骨髓一样 是作为众生的医护 就好像比喻 一个爸爸 对于自己的儿子 这个儿子 不管是好儿子 或坏儿子 常常给他带来烦恼 或是没有带来烦恼 爸爸永远对孩子 是一切的慈悲 是骗一切处所的 佛经里面也常用妈妈 来照顾自己的孩子 妈妈若是今天这个孩子 他得了发高烧了 那妈妈会很紧张的 注意听 我现在很老 四十三岁 有人比我更老 没关系 当我看到 有时候我在台湾 做subway MRT的时候 或者我看到 一个妈妈 照顾小孩的时候 我会很感动 感动什么呢 前面这个妈妈 在为我说 大悲心的法门 我也想到 我小时候也是这么cute的 像那小朋友一样 对我小时候真的很cute的 对很多人很喜欢我的 因为我人缘很好 然后呢 但是我小时候很爱哭 一看到朋友就哭 他汗线发达吧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孩子 他太有福报了 你看妈妈这么辛苦 天气热赶快给他戴帽子 天气热赶快给他扇扇子 然后呢 走到哪里呢 都先抱着他 你看妈妈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孩子 亲身的骨肉 所以这么的痛苦呢 他都会保护他的 那小孩子一哇哇哭了呢 他就赶快给他喝奶 有时候呢 他也会用母奶的喂他 你有没有想过 各位 我们虽然很老 可是我们小的时候 真的如果没有爸爸妈妈 这样照顾我们 爸爸赚钱养我们 妈妈这样慈心照顾我们 我们没办法活到现在的 孩子给他二三天就死掉了 七天就过世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妈妈的身上 你看到了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 妈妈本身也有慈悲心 只是他不知道 爸爸也有慈悲心 只是他不知道 世间人会觉得理所当然的 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假如妈妈只对自己的孩子 很慈悲很慈悲 当然很好 但是呢 假如她只执着 自己的孩子照顾的话 那她会有很深的祈求 当她失去的时候 她就会很痛苦 比方说十几岁呢 教了孩子呢 教了坏朋友 就变成蛊惑仔 就跑掉了 或者呢 十几岁的时候 我二十几岁呢 开车 我摩托车 发生意外 死掉的时候 她就很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她花了这么多的生命 就是抓这个儿子啊 希望这个儿子将来养我啊 希望我这个女儿呢 将来养我 她有过度的太多的期望 这就变执着 其实 慈悲法门很容易 就是把它转变 一直转 转到呢 对所有的众生都慈悲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修慈悲法门 但是你要知道方法 举一个例子 你对家人会很慈悲 那你对邻居会不会慈悲 那你说OK啦 我对我的主管呢 哼 我就不很喜欢我的主管 对不对 那你就要从你的主管身上 羞慈悲 你不要去躲 有时候他给你磨练 或是同事讲你的坏话 躲是躲不掉的 我是跟你讲真话 因为躲 若可以躲掉的话呢 那你赶快换公司 你当老板好了 可是你当了老板呢 你雇来的这个人员呢 全部又是你的冤亲在主 结果他让你更头痛了 答案是什么 因为你的心没有转变 我昨天前几天不就做举例子吗 你碰到了你不喜欢的人 你要躲他 从佛法来讲是不可能躲的 因为业力像磁铁一样 你说 我这辈子就发誓 永远不要见到你 OK 来生一投胎 两个新加坡人都到呢 California 变neighborhood 变邻居了 刚开始你觉得很好 过几天呢 又一样呢 跟这辈子一样吵 the same pattern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业力是吸引的 所以佛开始要转变你这个能量 就是告诉你要从心开始去修 心转变了 你的业力就转变了 所以老实说 假如虽然经济不景气 你要换老板可以 你若换了三个跟五个老板都换不了 换了以后你还是不成功的话 答案老实跟你讲 有一半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是老板的不好 是你很多的个性 烦恼 固执 习气 懒惰 找借口 这些东西啊 让你失掉工作的 好 所以这里寄送讲 爸爸跟妈妈 对孩子的慈悲 是非常尊贵的 非常稀有的 那是菩提心的一个根本 所以当我看到 在火车站 或是subway 妈妈照顾小孩的时候 我就想到 哎呀 我的妈妈 真的为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啊 所以我更应该 孝顺我的妈妈 照顾她 甚至用佛法去度她 这样的时候 你生起来的慈悲跟关怀啊 是unconditional 没有条件的 一般的人都是这样 我关心你 那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没有给我好处 我就不关心你啊 那呢 你不是很好的佛教徒 佛教徒不是这样的 佛教徒是 你对我好跟不好 我只要碰到你有缘 我都尽心尽力帮助你 这个才叫慈悲 所以没有慈悲 是不可能成 是不可能成佛的 真的 但慈悲要有智慧 待会再讲 再请你看下面的经文 请看 六十八页第六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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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